這是一尾條碼 這個是一尾條碼 一尾條碼上面的數字都是有意義的 一尾條碼原理就是 用條碼機把光照下去 黑色會把光給吸收掉 白色會把光反射回去給條碼機 條碼機再把反射回溯的光轉成訊號 傳送到光子上面去 二尾條碼類似一尾條碼 不過它是使用黑墊的資訊 然後二尾條碼和一尾條碼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有輪廓率 稍微遮住一點它還是能夠找到裡面的資訊 用手這樣子遮著的話 它只能允許像遮住這樣大小 它可以少抓空間的內容 可是二尾條碼 它這邊這三個是定位點 如果把它遮住任何一個的話 它會沒辦法調到它的位置 所以就沒辦法輸出它裡面的資訊 首先就是 NFC還有MV的部分 簡單講就是把 RFID的技術丟到手機裡面 然後 RFID的話就是 一個Tag 在接上一個Reader去組成 RFID我剛才就是講 把FID丟到手機裡面 就是把它這個線圈以及晶片 塞到手機裡面 大概這樣 這樣子的感覺 它這樣就會支援耐性 我們接下來就講 RFID的部分 這是我們自製的Tag 這是我們自製的Reader 就是用來去模擬市面上這種 一卡通或是右卡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自製的Reader 就是用來模擬這個 我們市面上的門禁機 就是它們一樣都是有線圈 然後都是有線圈 這封閉機要支這個RFID的晶片 它是要遵守法拉第定律 就是這邊有變動的市場存在 然後這個變動的市場 必須要通過這個封閉線圈 它才可以產生電流 之後讓這個電流產生 通過這個晶片 再把晶片 再把這個訊號回傳給這個Reader 讓它去把門打開 要遵守法拉第定律之外 它們的頻率還不需要最少 是Tag跟Reader之間的頻率是要量的 然後像這個四波器上面寫字 就是它這個我們去產的訊號 它的波的波峰是怎樣 它能量是這麼大的 然後把Tag放下去之後 Tag會吸收掉它這個Reader的量 所以這個會下降 中文字幕 李宗盛